很樂天的心態 就像我品牌的Logo是一個無限的符號 它有很多的可能 以後它的這個灰色 其實我覺得它也是有一個未來的感覺 今年春夏做到第四季 然後我覺得有很多方面是 可能我們會被市場或者是新的東西 或者是自己的心去受影響 我看了一部電影是《金展花大酒店》 那它提到很多生命的態度這一塊 它帶給我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放寬心走下去吧 就是其實我也是一直在往下走 我們這一季是做印度這個主題 那我是透過我看到我朋友 它是一個影像傳達的設計師 他去印度玩拍了很多的照片 那我想要用這個照片做成服裝的print 印度的香料跟植物 是這一季顏色方面去做詮釋 那我是用有光澤感的禮布 我去做服裝細節的吻編 很低調的方式去做表達 看到不同的人穿上我的作品 我會很興奮 因為我覺得很開心 我做品牌我不太會去設定說 大概是怎麼樣的年齡層 每個人會賣我的商品 每個人穿他可以有他自己穿搭的風格 這樣 未來的計畫其實 最近期的是我們3月會去東京參展 在台灣其實我們一直會想要 往國際上面去做發展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